11日,2010上海国际陶瓷生活艺术博览会在上海拉开帷幕,其中台湾中华陶瓶协会首次携15位台湾知名陶瓶家的56件陶瓶精品集体亮相,成为博览会现场的一大亮点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主办方特意将2010台湾当代陶瓶展布置在展厅中央的醒目位置,而展品中无论是小巧精致流金铜花猫,孤朴自然的三羊开态,还是富贵大器戴帽聚宝冠。 这些色彩明快,风格迥异的陶瓷艺术品,纷纷摆脱传统意义上陶瓷幼彩和气形的固定模式,着重表达创作者个性情感和艺术风格。 来参与上海陶瓶会,希望能够透过上海陶瓶会跟世界各个陶瓷产区也好,或是中国传统产区也好,的陶瓶家做一个互相的交流。 也藉由这次的展览,把台湾的好的作品推展到上海来。 为了让更多参观者了解台湾的陶瓶发展,台湾陶瓶家还特别带来了一台拉胚机现场演示陶瓶制作,吸引数十位观众驻足观赏。 此外,来自台湾艺术大学的师生也首次写作品驻赞陶瓶博览会。 据悉,本次上海国际陶瓷生活艺术博览会的主题为《中国制造》,吸引了日本、意大利、韩国、中国等国家的80多家陶瓷企业参展,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、规格最高的国际性陶瓷艺术博览会。 新华社记者上海报道。